何德何能能让这位网友大费周章为我写了长篇大论 你发这些呢既影响不了我的心情 也不妨碍我拿出来当素材 作为一名网络博主 获取流量是最基本的素养和门槛 我并不觉得丢人 我不攻击女性 我也不厌女 我只是厌蠢 有些人顶着女性的帽子 干着有损女性名声的烂事 需要更多正常人站出来发声制止 不能让他们给正常人扣帽子 因为他们代表不了我们 我当然支持发声女性争取权益 但是不要以伤害另外一个群体的利益为前提 无脑的发声 无情的践踏他人的权益 只会遭到反抗和制约 日韩的先例不就在那摆着吗 让你多学习 你偏要学人打拳 对从未见过的人恨真入骨 对从未做过的事引以为傲 对吹捧出来的神到头就败 对话而未得的饼感激涕零 这就是最大的愚蠢 鸡汤口号救不了你 给你平权你想要特权 最终的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烂自己的脚 你想死不要拉别人垫背 我很庆幸我生在中国这片土壤上 因为国家给了女性太多的权益 我很感恩也很珍惜 我在家老公非常尊敬我 我也并不觉得夫妻之间互敬互爱是什么破烂三观 而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正道 这不仅限于夫妻 朋友同事父母都一样 如果你觉得你过得不幸 那也不足为奇因为你的三观配得上你的遭遇 你激你的恶我修我的善 你死不听劝那就祝你在这条弯路上越走越远